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彩! 我是萌萌! 經過上次那一支SOD的影片之後 大家突然敲門說 可不可以講鬼故事? 那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講一下 鬼故事我們在那邊要先分類 因為呢 有飛機上的鬼故事還有飯店類的鬼故事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飯店的鬼故事 因為我們會飛很多國家 所以我們一定是住了非常多的飯店 然後有些飯店真的是可怕到不行 毛 我想到就毛 畢竟我們住的大多還是非常高級 那種五星級的飯店 但是不代表五星級的飯店就是特乾淨 那有些飯店呢是 不知道為什麼要住那裡 我覺得最可怕的飯店 是在我們台灣的這個Port 就是很有名的 對 非常有名 因為我們在台灣其實有兩間飯店 然後有一間是很好 就是你完全很光明 另外一間 我應該不能說出它的名字來 但我可以給大家一點暗示 那一間比較偏僻 在桃園 我記得附近有賣水果的 對 還有鹹酥雞 好 這間飯店為什麼很可怕呢 OMG 我們可以講這間飯店的名字嗎? 你知道這間飯店 我剛開始還沒有住過這間飯店的時候 我就聽非常多人講過 就我們有一個台灣姐姐 她就跟我說她早期飛那間飯店 飛到那間飯店的時候 然後那個水就一直滴不停喔 她晚上那個廁所的水 就是一直滴不停 然後她就覺得說很奇怪 其實她心裡沒有覺得怎麼樣 只是覺得可能 水龍頭會有點鬆掉 然後打電話給樓下 那嗶嗶嗶 然後打電話下去說 不好意思 那個我是幾號房 幾號房 可是我的房間的那個水 一直很吵都滴不停 然後我已經把它關緊過一下 它又開始滴 然後樓下的飯店的人 就會怎樣跟她講說 喔沒關係啦沒關係 我等一下要上來幫你看一下 上來之後呢 姐姐想說 她要幫我修好它 結果她就拿出了一張符 然後直接貼在這個水龍頭上面 我想說你這樣客人不會嚇死嗎 直接拿出一張符欸 這樣不行 這樣很不OK 我馬上check out 那個人還一直跟她講說 啊你不用擔心啊 你不用擔心啊 她一離開之後 過一下 她不滴水了 所以她就是抽屜裡 可能就是幾百張符這樣 然後每天晚上有人打來的時候 她就說 馬上貼一張叮 然後就好了 她就不滴水了 然後還有就是另外一個 也是另外一個組員 因為很常在這間飯店 組員有時候會嚇到 就是她乾脆晚上就不睡了 她就直接穿著制服 然後坐在Lobby的沙發上 樓下就會有一個爺爺 她就是有點像Doorman這樣 當她看到驚慌失控的空服員 跑下來說要坐在大廳的時候 她就會安慰她 她就說 欸沒關係啦沒關係啦 那個不要緊張 她們不會對你怎樣的 她們不會對你怎樣 她們是誰 就是她已經知道有一群這樣 我就 我就不知道她們是誰 然後 我要講我自己的 其實我自己沒有碰過太多的東西 但我知道有幾家飯店 是我特別害怕 因為我畢竟也是非常害怕鬼 這件事情 然後我那天就是剛好非要住到那間飯店 因為很多人都會把它換掉 反正那天我就先進去了之後 我就到了房間 然後為了不要害怕 我就先把那個阿姆Eminent的那個rap 先放下去 哈哈哈哈 妳就覺得吵到 就是自己聽不到發生什麼事情是不是 就覺得 就覺得氣勢很夠 想說應該不會怎樣 然後於是我又要躺下去睡覺 然後噓噓噓噓了一半之後 我就發現 音樂沒有了 然後也沒有太多的什麼 因為我可能在半夢半醒之間 然後我突然就聽到 咚咚咚咚的聲音 然後我想說咚咚咚應該也沒什麼吧 我以為妳要說 我終於被搶門了 沒有 然後我也不覺得怎樣 因為當妳很想睡的時候 其實妳就沒有那麼害怕 然後突然我想說 喔好吵是什麼東西啊 然後突然就這樣 就有一個彈簧在我耳朵旁邊這樣 超大聲的 超大聲在我耳邊這樣 你知道嗎 我聽到很清楚彈簧的聲音 然後我整個驚醒 我想說 是怎麼了 可是當時我反應 並沒有驚慌失控 當時我反應就做起來 我可能太累 沒有想太多我就說 磨玩我了 就不要再玩我了 我好累喔 明天還要飛很討厭 然後我就繼續睡 所以我其實是沒有發生太多什麼事情 這家裡住過吧 這一間有聽過無數個 有太多個組員都有分享過 他們在那一家碰到的鬼故事 而且老實說我不知道為什麼那間飯店 永遠都要搞這麼暗 是電費繳不出 對是超級暗 那個燈泡瓦數弱到一個不行 而且很多人就是坐電梯 他會自己在那個 電梯門會在沒有人的樓層開 或是會開的時候是那個木板 這一層是封起來的 這個我有看過 其實日本也有一個就是 就是Narita也有一個非常可怕 那個故事會 陳田 陳田機場 她是會吸家帶卷來敲你們的 我講完這一個了 現在換你講 你覺得可怕 或是你自己發生過的 你剛剛講的那件事 我覺得也是很可怕 但是我自己實際上 有碰到的 反而是在杜拜 在杜拜 可是杜拜我們住超好耶 我那一次是住在邊間 很多人都會說邊間比較陰 就是最好不要住邊間 可是邊間真的有差嗎 但我那一次住邊間回來就會 嘿嘿嘿 就是view很好喔 你知道就是那個廣角 就是窗戶會比較大 我們要飛的時候是晚上 所以下午就要睡覺 而且我那一次真的有一個很無聊的念頭 就我自己就想說 日本跟泰國鬼片都很可怕 中東鬼那有多可怕 突然就是閃過一個這個念頭 真的就是不能想 因為一想他就來找我了 真的假的 他就來讓我看看到底是怎麼樣 我是沒有 我是沒有看到他的臉 我那時候就是 就是橫向的睡在床上 我是直的 然後呢 等一下我這樣演一下 我睡的時候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躺 然後呢 我就感覺到 我就 你要往後 我現在感覺到就是 胸部 我就看到兩個 不是胸部 我就感覺到頭髮這樣 我在這邊可以看到他的頭髮 哎呀 這樣很好耶 等一下 我還沒結束 我在這邊已經看到他的頭髮 然後我是這樣放鬆 然後他是這樣子 他皮膚很嫩 我可以感覺到他摸我的手 一個女的 他這樣摸我的手 然後摸到這邊之後 他就這樣 欸好可怕耶 超級可怕 超級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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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頭髮就在我臉旁邊 我很用力的掙扎 就是 我沒有看到臉 我只有看到頭髮 我覺得頭髮超噁的 我怎樣都動不了 雖然有很多人說鬼壓床 是你可能就是 以科學上理論來解釋 應該說你可能太累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超可怕的 因為我們班上有一個同學 香港人 然後他也是 因為他們都會在那個門上 掛就是 紅色的結 跟綠色的結 然後如果他只掛某一個結 代表一個意思 然後那一次我們那個同學 剛好那間不知道是怎樣 可是剛好他就是那一間 可是他也沒有想太多 也是發生非常可怕的事 裡面就有人跟他對話 蛤 對他就說他在睡覺睡到一半的時候 他說 就很像蜘蛛人 為什麼是蜘蛛人 因為他在牆角上 他在牆角上 然後是這樣下來看著他的 在跟他對話 可是他聽不懂他說什麼 因為他是中東人 只是他很可怕 我們第一集就講成這樣了 因為我們不想坐太長 就是一集一集分給大家 畢竟飛機上的也不遑多讓 就在飛機上的喔 你以為只有你搭機嗎 真的欸 而且Hotel裡面 就已經很多可以講了 好啦我們第一集就先這樣啦 因為我現在有點晚了 我有點害怕不敢講 畢竟等一下還要一個人睡眠 我雞皮疙瘩 就已經起來好幾次了 好啦我們今天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鬼故事系列的話 那麻煩幫我們按個讚 然後分享出去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Follow我們的Facebook還有IG 那我們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 你聽到旁邊的人發生的事情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 好像只是聽說這樣 但是我媽有一次去住飯店 他也是碰到他說他睡覺的時候也是 然後就一直踢他 一直要把他踢下床 你媽是不是在外面有男人 哈哈哈哈 不是 他就有人一直在踢他 然後呢他就看到 他就說那個人就穿了一個那種古代的殭屍服 太誇張了吧 就是清朝那種 然後那個人就一直踢他說 你要下床你不能睡 這是我組織的床 然後我媽就說 你再不走的話 我就要念經了 然後後來他才走 蛤 超可怕 這超可怕的耶 就會發生在自己家人身上 你就會覺得 天啊 而且我媽就是一個 蠻不信邪的人 你媽是不是水瓶座 哈哈哈哈 為什麼 其實他自己有碰到 然後你就會覺得 天啊 這是 就是世界上真的是有一些神秘的 力量存在 都不在 對 哎喲